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的还债功利备受PTT乡民们推崇,经本报报道中的六都实际债务余额趋势图表,被网友转贴至PTT分享,引起乡民热烈讨论,但也不禁惊呼发现有亮点。 有网友在PTT分享本报报道的图表,图表呈现出台北市与新北市的还债区限黄金交叉,台北市有望在明年脱离千亿债务俱乐部而撇除柯文哲执政的台北市外,其他县市债务几乎都是网上攀爬,让不少乡民开始推崇柯P,表示柯P如果做满八年,说不定就能抬青楼。 但也有很多网友发现,被债最惨的不是新北市,而是图表最上方的高雄市,不但举债最高,而且还不停往上攀升,让网友吃酸高雄真的很神奇耶,负债越来越多,市民还越来越幸福,华妈又被捅了一刀,靠X笑死,最上面那条无极限,哎!